我去 第一次发现边角料能这么卖的 这个是虎皮蛋糕的蛋糕皮啊 这一大堆才13块 之前呢我们拍了好几期边角料评测的视频 很多人看完视频呢就纷纷找我要链接 并且啊还给大家去催更 说之前的已经吃腻了 能不能发一点新的出来 OK今天满足大家的要求啊 今天话不多说边角料美食大评测 来首先看看第一个啊 第一个是五香瑕疵碎卤蛋边角料 说白了就是这些卤蛋啊 在加工的时候呢它是烂的 直接就把它当成那种瑕疵品和边角料品拿出来卖 不过这个鸡蛋啊 我看了一下描述说是那种瑕疵蛋啊 我看了还是有几个完整的 除了这种啊 它都已经瘪掉了 这个估计里面是碎的 基本上来说都是好的 可能有一些就是中间这个地方没有蛋白了啊 另外配料表也查了一下 排名第一的是鸡蛋啊 所以说这个正儿八经是用鸡蛋做的 来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啊 这个应该是碎的 这个是虎皮鸡蛋啊 中间只有半个 这个味道跟乳蛋是一样的 不过这个是虎皮的啊 吃到外面就是那个皮 可能有一点油炸的感觉 那正常情况下 9块9就可以买到5个虎皮鸡蛋 平均一个是2块钱啊 基本上就是便宜一半 然后买到瑕疵品 来第二个啊 这个是虎皮蛋糕的蛋糕皮 意思就是原本虎皮蛋糕呢 是长这样 我们买的这个呢 它只有上层的那半边皮啊 底下这个蛋糕是没有的 正儿八经那种纯蛋糕啊 大概是要20多块钱左右啊 这个只要一半的价格 毕竟这个只有皮没有蛋糕层啊 所以说便宜一半也很正常 一打开就是那种浓烈的蜂蜜的味道 不过虽然说它这个是只有皮 没有蛋糕啊 但实际上的话呢 它皮还是比较薄的啊 基本上说虎皮 还是会带一点蛋糕进去的 跟上次我们买的那个面包皮 是一样的道理啊 只不过这个是蛋糕 上次那个面包皮 我快吃完了 还剩下大概几片左右啊 今天又进新货了 不过这个闻得更香啊 一股那个蜂蜜 加上鸡蛋的味道 哇 可以 这比上次咱们买的那边角料的面包 是要好吃多了 这个入口是比较软 变嚼着呢 你根本就感受不到是在吃边角料啊 甚至你会感觉到这个是那种超薄的 粗的新款的五皮蛋糕 看着薄实际上吃着还是比较厚的 平时这一块的话呢 大概是一块多钱 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行啊 但是由于这个东西我吃了不多 所以到底便不便宜啊 就屏幕面前你们判断一下啊 反正吃着的话呢 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是比较薄而已 不过可以这样吃嘛 你看一片也叠一下 这不就是吗 三块连着一块吃 边角料秒变成品 来下一款 就你们我真没想到啊 居然连牛肉干它都有边角料啊 这个东西的名称叫做 内蒙古牛肉干边角料 它这个是没有算重量的 总共是花了43块9毛钱 买的是原味的 对比正儿八经的牛肉干 我觉得应该是会便宜那么一点点啊 但是不会便宜太多 拆一包看一下啊 但是这好像不是纯干 你看这个就是半斤的半斤的牛肉干啊 它这个蚊子很像是那个温州特产 三个字的啊 撒开头的那个 这块的话呢 看起来挺不错的 很大 哇 入口的油脂味很重 然后那个牛肉味 一入口就能感受得出来 吃着我只能说 它应该不叫牛肉干啊 应该叫那种烧腊干 干是挺干的 但是也很油 当临时吃还是稍微差一点啊 这个就一人而异 反正我觉得比那种 纯干的牛肉干 是要便宜那么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都是那种 牛筋的部位啊 像这个就是纯肉 这个就是牛筋啊 它有点透明的感觉 不过牛筋也还行吧 只能说要是我啊 我不推荐 但是味道还可以 来下一个啊 这个东西是黑巧克力的边角料 价格呢是22块钱 一斤 我算是巧克力的爱好者 但不是狂热的那一种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太苦的话 我也接受不了 我去 这巧克力就直接这样卖的吗 大是真的挺大的啊 我感觉这 得拿个囊都给它砸碎吃吧 闻着是那种 很浓烈很浓烈的 那个黑巧克力的味道 不管那么多啊 我们先尝一下这个是比较小块的啊 哇 这直接吃受不了啊 太苦了 我确定啊 这应该是百分之百巧克力 而且是百分之百浓度的 超级苦 直接吃一不现实啊 但是拿来做烘焙的话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加点糖会好吃很多 我就感觉像是干嚼了一口中药一样 你知道吧 哎呀 来下一个啊 这个东西的名称呢 叫做特价面包蛋糕 混合装三斤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买这么一大堆面包 你觉得划不划算 它里面其实种类还挺多的啊 你看 卤酸菌面包 这个是早餐派啊 还有这样的雪饼 枣泥蛋糕 芒果味的面包 总共二十六个 平均一个七毛啊 那正好咱们就尝到这个啊 这个是个孤品 只有一个 我去这打菜真的超级是香啊 这个是一股小布丁的味道 兄弟们 吃的味道是真好吃啊 这上面的雪花点啊 超级是甜 甚至带有一点点那种奶香味 食品用香精 它还是加了点香精的 我觉得这一堆呢 二十块钱 我觉得其实还行吧 因为正儿八经 算是那种散装撑的面包 我感觉二十块钱 也买不到这一堆啊 来最后一个 应该是腌制品爱好者的福音啊 名称叫做火腿边角料 总共这里是一斤装的 那种火腿碎肉啊 价格花了二十七块 大概我也看了一下 那种成品装的 平均一斤的话呢 大概是要五十多块钱左右啊 那这种边角料的话呢 只要二十块钱 所以这个比正装的话呢 是要便宜一半的啊 我确实真香啊 一包的话呢 总共是这么多啊 全部都是肉 基本上全部都是 切下来的那种碎的啊 感觉拿来做菜 或者炖汤 应该是可以啊 试吃的话呢 咱们就不试吃了 因为我们也没食材做 正好下回拿回家啊 给我妈吃 那咱们本期呢 就到此结束啊 希望各位能够帮忙 点赞支持一波 你们的点赞呢 就是大兴做视频 最大最大的动力 来点点赞吧 求你们了 来来来 今天我就在网上找来了 一些边角料的美食啊 号称价格只要正装的一半 但是吃起来的味道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今天这套视频呢 话不多说啊 边角料美食 打开箱 来先看第一个啊 名字叫做五香蛋清 总共两包是440克 价格花了17块钱 这个呢 其实就是没有蛋黄的蛋清 然后做成的卤鸡蛋 至于它鸡蛋里面的那个蛋黄呢 拿去做了什么 我就不知道啊 反正咱们买的就只是鸡蛋清而已 然后配料表的这里 我看了一下 确实用的是鸡蛋清啊 不是那种再制蛋 这里面就全是这个样子 全是碎的啊 没有完整的 哇 吃的就是普通鸡蛋味 我觉得吃的跟鸡蛋 其实差不多啊 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是有人吃鸡蛋 不太喜欢吃蛋黄的 那其实可以看看这个东西 大概这一包的是8块钱 我数了一下 可能也就是78个鸡蛋左右啊 78个 一个一块钱 咱也没便宜啊 来下一个 这个东西呢 名字叫做正宗梅菜扣肉 围炉锅盔 总共是22块钱 20个 它这个价格呢 是按照边角料的价格卖 但实际上收到啊 全是完整的 你看 平均一个饼啊 大概是两块钱啊 咦 但这个饼不是很大呀 这么薄我去 闻着是一股梅菜扣肉味 吃的挺脆 这个梅菜味还是比较重的 基本上就跟那个薄脆饼干差不多 跟现过后来的那个梅菜饼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不过其实也挺好吃的啊 就偶尔打发时间 追剧看电视啊 这个也可以吃 好下一个啊 来朋友们 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属于是 百分之一百的纯边角料 名字叫做上海国际饭店蝴蝶酥 最重点是赤品 朋友们 就这一斤啊 花了我49块 你看它这里写了啊 2023年11月9号生产出来的赤品啊 然后生产地址是上海市黄埔区看到没 说白了啊 就是上海国际饭店里面出来的蝴蝶酥 但做出来的时候呢 他们觉得做的不行 然后不能拿出去卖啊 结果就当赤品处理 闻着其实还挺香的 一股那个黄油味啊 这个赤品都要50块钱一斤 我估计正品应该便宜不到哪去啊 有懂的小伙伴们可以说一声啊 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赤品蝴蝶酥啊 这种应该确实属于是赤品了吧 在上面这个啊 可能也就是因为烂掉了不完整啊 所以当赤品处理 还是那句话啊 这个咱们吃货来说 不管它烂不烂啊 价格便宜味道好就ok是吧 哦是真酥啊 它这个酥它不是那种油炸出来的那种 很脆的那种酥啊 它就是那种你咬开之后啊 它那个千层酥带给你的那个酥感 就这里啊 哺隆哺隆的这种 整体吃上去不是很甜 但口感真的很紧实啊 每嚼一口都有略微的那种黄油的那种香气 我看到它这个啊 这个可能是火大做成这个样子了 嗯 这个不行 但是也没有完全焦啊 这个当赤品处理那确实不能反驳是吧 不过其实也挺好吃我觉得 总体来说就这一堆啊 其实大概有个十来二十片左右啊 你看不让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是划算还是不划算啊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仅限于吃过那些正品的 然后觉得好吃 但是又觉得它贵 那这个就是平替的不二选择 也是从来出来的 只是品相不好而已 来下一个 来来来来 这东西呢名字叫做果酥脆的碎渣 总共三包三斤装啊 花了23块钱 就平均这一包呢 只要7块多啊 它这上面呢总共有这么多种蔬果啊 什么土豆 刀豆 豌豆 青萝卜 胡萝卜 黄豆 米猴桃啊 但是里面它说是碎的啊 就是那种残渣之类的 确实是碎啊 真的超级碎 不过肉眼你看好像确实是那种蔬果的哈 基本上来说就是没有完整的啊 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啊 有可能是机器里面剩下来的那些残渣 就拿来做这个边角料了啊 这块还是比较完整的 看着出来是米猴桃啊 吃的味道还可以 就是米猴桃的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 这个小的应该是秋葵哈 嗯 还有这么小的香蕉片 这个其实是完整的 只是太小了而已 反正就肉眼来看啊 这个就好像是很烂对吧 但是价格是贼香啊 就这一包只要七块多 而且也并不是说完全那么碎啊 其实完整的也是有啊 只是它那个形状比较小而已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 对于吃货来说 只要味道好 不管它碎不碎 只要不碎成末 它都能吃是吧 来下一个啊 这个是之前我们拍过的一个面包的边角料 拍完那个视频之后呢 那个边角料的厂家找到我了 我们当时买的时候呢 总共是15块9毛钱4斤对吧 它这个价格跟那个是一样的啊 面包边角料啊 全部都是面包的那种外皮 之前有很多人看了我那个视频啊 完了之后呢 拿着我的原视频去找商家 那今天不用找了啊 商家直接找到我了 朋友 基本上差不多啊 你看 不过我们之前拍的那种是一片一片的 它这个就是整个面包啊 把中间掏了 完了之后呢 留下了四边 你看就这种的 但是这一堆只要十几块钱 其实还是很香的 偶尔早上的时候呢 拿着当早餐吃 或者追剧的时候当零食吃也是可以的 吃的就是普通的那个面包味啊 所以你们看看啊 就15块9毛钱 这么一堆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拍了这个面包啊 很多人就想买 然后就私信问我在哪里买的 但是私信太多了 我就没及时回 然后他直接去找老板 要不是你们啊疯狂去找人家 人家也不会找到我是吧 所以其实还是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啊 让我觉得咱们拍的这个视频呢 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至少的话也有像我一样的这种吃货啊 专喜欢买这样的边角料吃 螺蛳粉我相信大家都吃过 但是109块钱一盒的螺蛳粉 你们吃过吗 那这个螺蛳粉呢 是我前两天逛山本超市的时候发现的 当时看到那个价格 我都感觉有点惊了啊 就这一盒109块钱 当时我旁边呢也有其他人啊 基本上就是看了这个东西 完了之后早上就走 我其实也是那一群人里面 唯一一个把它抱上车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109块钱一盒的螺蛳粉 到底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小规矩啊 花钱的坑 我替大家采免费的点赞 希望各位支持一波 感谢 虽然是卖109块钱啊 但是拿着是挺重的啊 就这一箱啊 带包装五斤多啊 还算好的就是这五斤多 并不是一份啊 它是两份 里面总有两袋啊 一袋的话呢 够两到三个人吃 宣传图就长这个样子 看着其实还是比较丰盛的 接着咱们拆开看看啊 这里面就这两包吗 这一包是1.097千克啊 我是从来没见过 这么大一包的螺蛳粉 这得有多少料啊 拆开看一下啊 你别说还挺多耶 两包黄色的是腐竹 这个是蔬菜包 我这个最重啊 这一包是午餐肉 这个是丸子 两包虎皮鸡爪 这两包是笋包 这两个是臭豆腐 四个鹌鹑蛋 这个是粉 牛油酱 醋包 腊油 这个是汤包 好那这就是这一包里面 所有的料啊 数了一下啊 加上这一堆醋包腊油包 一共就是18包 不让你们看了 感觉丰不丰富啊 看着我只能说 比普通的螺蛳粉 是要丰富不少的 但是这一堆也贵啊 一盒里面是两包嘛 划算下来 煮米粉啊 冷水下锅煮9分钟 这就是米粉 就这份量朋友们 你们觉得够2到3个人吃吗 好了时间到啊 给它捞出来 我天哪 就只有一碗啊 按照教程他这里说啊 再取1.2到1.5升左右的清水啊 我这个是量好的 高高的没毛病 再加入米粉 接着把其他 所有的这些配料啊 全部倒进去 臭豆腐 腐竹 腐带 午餐肉 酸笋 鸡脚 我突然忘了一个啊 应该先加他这个汤 还有这个牛油包的 现在这样应该也来得及啊 水还没烧开 螺蛳粉汤包 这碗一加进去 这小胃应该挠着上来啊 然后腊油的话还贴心啊 你看他这里写了啊 如果倒一点点就微辣 倒一半就中辣 倒全部中辣啊 那大家都知道我的尿性啊 我就倒一点点好吧 这个是蔬菜包 这样看着好像还是挺有食欲的啊 然后直接给它煮开啊 煮透就可以了 臭豆腐 他说搓几个洞 多煮一会儿更入味啊 那咱们就搓两下啊 闻着是真的香啊 这一碗就54块 朋友们 我当时还给它准备了这么小的碗啊 现在看来应该是不够 换这个碗装吧 这个碗都装不下啊 没有再大的碗了啊 只是拿这个锅来装了啊 来朋友们 这样一装 我个人感觉好像又不是那么亏啊 因为这个是之前 我们拍那个火锅外卖 送的那个锅啊 拿它这个装起来 就感觉分量很多的样子啊 当时就是感觉它粉少 但是放完这个东西 再煮了一下 这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接着咱们来尝一下 看味道咋样啊 先看下它这个臭豆腐啊 果然啊 搓了汤汁之后 这个豆腐就很有味 不过对比现在做出来的臭豆腐 那肯定是有很大差距的啊 这个就像是带有一点那种 酸辣味的豆干的感觉一样 来我说一口粉啊 哦 粉是已经完全煮烂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 没有到我心里那么好吃的地位啊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家螺蛳粉店 它是从广西那边过来的 然后那个粉呢 据说是纯正广西味 我吃的我感觉也很好吃 这个就 我感觉还是差点意思啊 但有一说一的就是这个螺蛳粉啊 它的酸味辣味还有臭味都是比较足的 从味道来说 满分十分 应该是能够给到八分以上 但是从价格来说啊 就这个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 加了很多料的那种螺蛳粉 光从粉来说 肯定是不够两到三个人 最多就两个人吃三个人 我估计可能三个女生差不多 三个男的肯定是不够啊 来我尝尝它这个虎皮鸡爪哈 有点烫 鸡爪味还可以 跟去外面螺蛳粉店里面吃的那个鸡爪味道是一样的 还有午餐肉啊 这个午餐肉真真实实的里面是有肉的 这里面还有两个福袋 这是我第一次吃螺蛳粉里面碰到有福袋的啊 这个是鱼籽福袋 这个味道就跟真空包装的鱼豆腐味道差不多啊 所以总的来说啊 这个螺蛳粉我觉得味道算是很不错的 虽然说是够三个人吃 但是里面所有的东西啊 全部都是两人份的 你看鸡爪两只 午餐肉两只 福袋两个 如果有第三个人的话 那肯定有一个人就是吃不到这些东西的 两个人吃的话呢 那平均单价就是27块点一个人 这份螺蛳粉呢 无非料最多呢 就是在素菜还有酸笋 这两个东西是掉最多的 粉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最多够1.5个人吃啊 两个人我估计可能有点吃不完 我估计我做着慢慢吃 应该是可以把它吃完的 因为粉不算多 还好我辣椒加的少 随便吃了这么几口啊 你看这又出汗了 原来以为街头牛排已经够便宜了 但是没想到他们原材料更便宜 每一块成本啊 连十块钱都不到 我的天哪 在这两年啊 全国各地呢 各大小吃街基本上都有街头牛排的生意 每块牛排呢 以清明的价格 还有比较亮眼的摆盘设计 加上街地气的环境 所以迅速的火车了圈啊 直到最近呢 我在网上啊 发现了他们街头牛排的供货渠道 这里呢 我花了200块钱买来了一堆啊 真的 我买了才知道啊 这牛排是真的便宜啊 朋友们 你像这个稀冷牛排啊 60多块钱 里面有10块 平均折合一块的话 你就6块钱 造型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啊 然后这块呢是菲利啊 这个的话呢 也是60多块钱啊 10块 还有就是这个啊 名称叫做剃骨牛排 中间看到没有 正正好好有一块骨头啊 这个稍微贵一些啊 60多块钱只能买到5块 平均一块得13块 还有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战斧牛排 它这也有啊 你看名称叫做迷你战斧 总共68块钱 10块 平均一块的话呢 也是不到7块钱啊 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一直觉得啊 就是带骨头的 它应该那不是拼的吧 没想到啊 这带骨头 它也是拼接的 就像这两个啊 这个战斧牛排 和这个踢骨牛排 你眼看着这上面 有一块骨头对吧 但实际上 它也是拼接出来的 真的 我是很佩服这些人 它怎么做出来的啊 天哪 所以说朋友们 我现在终于能理解 为什么街头牛排 之前还有一个 什么那种活动套餐 一份牛排只卖19块9 甚至29块9的啊 没想到啊 这么一大块肉啊 只要几块钱 所以今天这样的视频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这些牛排 它做出来吃起来的味道 看看有没有那种 街头牛排的那种感觉啊 不过呢 做归做啊 我们还是得稍微 有点仪式感的啊 这呢 是我准备的 一个什么螺旋意大利面啊 虽然街头牛排便宜啊 但是人家也是有这种配置的 要不然不可能会 那么快火车圈 对吧 稍微煮一点就行了 这个不需要煮太多 煮个五分钟就差不多了啊 捞出备用 然后咱们再煮点西兰花啊 再搞点胡萝卜煮一下 好 准备完这些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煎牛排了哈 为了煎这个牛排啊 我特意买了 专门街头牛排的那种盘子啊 他们就是这样煎的啊 咱们先把这个盘子烧热哈 然后倒点橄榄油 那我们先来煎一下 这个所谓的吸冷还有菲力哈 这个是吸冷 这铁板唯一的好处 就是开着微微的小火 还是超级烫 我现在火都关了啊 还让它慢慢煎着 接着象征性的敲个蛋 稍微给点黄油吧 会香一点啊 再给上这个意面 再来点这个蔬菜 好 再专门用它这个盘子啊 这样夹上来 看着 好像还有那个感觉 你看 这个就是战斧牛排啊 它这个骨头 不知道是怎么拼接上去的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塑料膜啊 还好我看见了 把它给撕掉 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啊 就是一个梯形的那个骨头 但这个肉啊 感觉有点不太纯的样子 然后这边这个是战斧啊 跟我们这些买来的 完全都不一样啊 这个梯骨啊 煎完这里都裂开了 应该是从这地方拼接出来的 骨头应该和肉是单独的啊 全部弄完了啊 不知道你们看的感觉怎么样啊 这是我们在外面吃到的 所谓的街头牛排啊 来飞哥吃西餐啊 今天吃西餐是左手拿叉吗 还是右手 我不知道啊 之前很多人说我们煎牛排 然后用筷子吃 今天我们就扬一回好不好 哈喽 谢谢 有那个感觉啊 有那个感觉啊 是吧 街头牛排九块九一份 这个是西冷 哎呦 这个战斧啊 我这个是飞地 这个是踢骨 搞一点黑胡椒汁好吧 够了吧 喝一下 它本来就有味儿 来尝尝啊 朋友们 我们看看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啊 大家以后如果看到这种踢骨牛排 煎完是这个样子 就千万别买 这裂开了都 好吃吗 嗯 吃完就是这个样子的 有点糊味就是 不过还可以 哇 这就是街头牛排那个味儿 我没吃过街头牛排我不知道 街头牛排呢其实只是一个形式啊 合成牛排调理牛排的就是这个样子 那街头牛排大部分用的都是这一种 这是实惠嘛 嗯 对你这个战斧你猜多少钱你知道吧 九块九 九块九 嗯 你觉得多了还是少了 多了 六块左右吧 哇 你怎么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啊 嗯 六块八毛钱一块 还真问吧猜中了 哈哈哈 而且飞哥你猜对了啊 嗯 就这种带骨头的 它都是拼街的你知道吧 我有 对我知道这个 你知道啊 这骨头老演员啊 嗯 你看都都蜂窝状了 街头牛排的话呢就是这些东西啊 什么意面啊 蔬菜啊 加一个蛋 加一块牛排 这一份的话 如果卖你四十块钱 你会觉得不是很贵哈 贵啊 总组贵 战斧呢 战斧它也贵啊 三十五 三十五也贵 二十九块九 便宜 物有所值 还有这个蛋啊 这个蛋就是糖心蛋一样 你看它这个切开之后这个感觉哈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不是街头牛排的问题 主要就是给仪式感的问题 是吧 所以说 嗯 如果说我这一份牛排 我直接煎了 拿个普通盘子装 你会觉得没什么是吧 但是我就这样稍微摆一下 这个是不是感觉有那个 而且如果是坐在那个大排档 就街头的时候 吃着 那立马就上来了 只是说就是 咱们吃牛排呢 并不是一定要去西餐厅 如果说街头牛排 它里面也有卖那种原鲜牛排的话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 不用去那种西餐厅也能吃到 只是说这个牛排真的是 我们吃到的街头牛排 价格便宜 那是因为它原材料本来就便宜啊 稍微我们自己在家这样一做 这感觉一样是有的 主要新冬牛排它 哪里都是马尔代数 其实牛排我吃不出来 什么费力啊 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是空缺的 我们这四份牛排 总共加起来的成本 就是二十几块钱吧 但如果放到那餐厅外 它变成二百块钱 差不多 这个牛排 那跟外面吃起来 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而且不管是是不是这个啊 就你买的普通的那种调理牛排 别的牌子的 估计也是一样 只不过是这个它更便宜 因为这个是直接批发装 你知道吗 一片就这个战斧六块八 这个东西叫迷你战斧 对啊 平街的嘛 郑州生产的 河南省 华县新区 河南省安阳市 郑州市 这一个牛排这么多地方 联合生产的 牛啊 最近我又发现一款拉面啊 名字叫做日式豚骨叉叉拉面 这一盒卖到104块钱 咱们今天就来看看啊 到底怎么个事 这盒面啊 其实是我前两天 逛购物网站的时候发现的啊 其实这个也是超市里面 代购出来的 总共这一盒 它原价是卖114块8 实际上我付完呢 花了104块8毛钱 我当时看到图片 它写的净含量是1.049千克啊 并且在这个包装上面 好像没有看到任何写那种 什么三人份 五人份 六人份那种啊 我当时还问了一些商家 问他是不是一人份的啊 他这里给我说了什么1094克啊 北海道白汤 然后就没回我了啊 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断点 这100多块钱 就是一碗 那话不多说啊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啊 这100多块钱一份的豚骨拉面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味道啊 老规矩啊 花钱的客户 我替大家采免费的点赞 希望各位支持一波 感谢 这个还不是缺金少两啊 这个是加量不加价啊 宣传是1.094啊 但实际上撑出来是1.8千克 总共有三斤多啊 我这还挺颜色 诶 这到底是不是一份啊 怎么五个一样的包装啊 完了朋友们翻车了啊 这视频的鞋都好像没有了啊 这一个大包里面有五包小包啊 每个小包是218克 我这个图片上也没有看到说是几人份的呀 你看我找遍了这个包装 你看他这都没有写几人份的 这里也没有 这里也没有 这里也 我干他写在这啊 你看就净含量啊 0.3克乘以5 这每一个都乘以5 要不仔细看 那真的是不知道啊 我还真以为是一碗 这条视频我是想的咱们发还是不发啊 本来如果说是一碗的话 那这个看点其实还有啊 但是现在变成了五碗 那就是20块钱一碗 20块钱一碗 好像跟普通价格没什么区别吧 学生们别碰我啊 真的我是不知道啊 我要知道我千万不会买啊 大家就当做不辞责不罪好吧 那我们就直接拆这一包炒一下啊 这20块钱也不差呀 你看里面有一包面 一个配料 这个是软骨 这个是叉烧 这个是汤包 这个是海苔 这个是味增风味辣酱 你要说20块钱一碗 这还挺划算朋友们 因为我们之前也拍过那个什么 100多块钱一碗的红烧牛肉面啊 还有那个什么50块钱一份的螺丝粉啊 它里面的料其实也差不太多 就那些 来把它煮了吧 当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吃过这个面的啊 估计可能现在看我就跟看傻子一样啊 真的是没吃过啊 我以为真的是一份啊 它这个吃法呢好像不太一样啊 这个面我们先放一边煮 然后我们先准备这个底汤 把里面这个配料 加上这个酱汁倒入碗中 再加入450毫升的滚烫开水 给它冲开 搅拌一下 你看这就是底汤 再把这个煮好的面 挑进去 最后按照它这个图片啊 把其他东西给放上去 这个是叉烧 猪大骨 海苔 OK 大功告成 好那这个面呢就已经做成了啊 我其实感觉是不太像是这个图片的样子啊 图片它是这样的啊 实际上咱们弄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就少了葱花紫菜还有白芝麻 这三个东西 面说实话还挺多 跟我们之前的100多块钱一碗的那个什么红烧牛肉面的分量差不多 OK 先来尝尝尝尝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这怎么吃了一口没味啊 这里面说加了日式味噌辣酱啊 它吃着就有一点点的那种辣味 但是不多啊 而且感觉好像我这个应该是弄错了 它其实就是辣汤和白汤可以随时调配 我加了辣椒那就是辣汤 不加辣椒就是白汤 面吃着还是比较有筋道的 但是基本上来说就没什么味啊 还不如那泡面好吃 来尝一尝它这个猪骨哈 这玩意是不是过期了 吃了怎么一股怪味啊 这东西连个生产日期都没有嘛 2023年7月份生产的 保质期12个月 那没过期啊 怎么吃的 它感觉里面是带了酒精一样啊 哦 怪不得 怪不得啊 这里写了有食用酒精啊 所以我说怎么吃的就一股那种很怪的味道 整理这个面吃的就又不咸又不辣 又没有什么味道 而且它这两份肉啊 都滋在那种酒精味 反正我是吃不惯啊 这个说是北海道风味 那可能北海道风味就是这个样子啊 肉感是很足 就吃的酒精味很重 OK 没了 这个面呢我只能说啊 就是吃的时候那个味道你形容不出来 就你吃完了你都形容不出来 这什么味道 反正就是整体来说就是比较偏淡 然后它说的什么8小时精选的那个猪股高汤 反正也尝不出来 肉的话呢还有很浓的酒精味 反而就是这个汤好像还好喝一点 当然我们买这个也不是为了喝汤对吧 而且价格呢 换成单价也不是那么便宜啊 20块钱一份 我个人建议啊 还是吃兰州拉面得了 今天吃战斧牛排啊 你看这一块牛排大不大 这块战斧真的是超级大啊 它这个手柄都有这么长 而且它卖的时候呢 它并不是按照重量卖的 它是按照件数卖的 无论大小啊都是一个价格 299块9毛钱 那这个呢可能是我平生以来啊 吃过的第一块真正意义上来讲的战斧牛排 咱们今天就来看看啊 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啊 活了20多年从来没吃过啊 这个还挺重的啊 总共加起来有1.69千克 有三斤多啊 这个肉看着 这个近距离闻着呢 其实有一股那种淡淡的奶香味 这个类排这里 你看这啊也是雪花纹理啊 我估计就单独把它做下来 这个烤肉吃应该得香啊 这东西其实没吃过啊 所以我们的做法呢只能学网上啊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那种做战斧牛排的那种方法 咱们今天就一葫芦画瓢学着来做一下啊 先把表面水分擦一下 然后再来一点现磨的海盐黑胡椒 表面再来一点橄榄油啊 给它做个马杀鸡 然后裹上保鲜膜啊 按照教程呢给它腌制一个小时 好到了一个小时啊 现在可以开始煎了 煎的话我只能用这个铁盘煎 因为我没有再合适的盘子了 来铁盘上我们先倒一点橄榄油啊 好微微冒烟啊 放入咱们的战斧牛排 再切一半大蒜啊 盖到旁边 这样子贼带劲啊 这个烤盘刚刚好放得下 但是这个骨头呢 它有点凸起来了啊 还好啊 这个只是前皱啊 并不是完全用它烤熟 这应该差不多了吧 再煎的话就要焦了 然后给它封个边啊 看着都爽啊 朋友们 那光靠这个烤盘肯定是不行啊 我们还得用烤箱啊 接着转站烤箱啊 放入咱们刚刚煎好的这个大蒜 来上三个迷迭香 再来个100克黄油啊 我这刚好是100克 裹起来 然后请上大家伙啊 烤箱预热200度啊 然后送进去 然后200度啊 给它来个20分钟 然后下一步啊 是说要给它放在旁边静置一下 这一步的话 听他们说叫做醒肉 当然我也不太懂啊 只能按照照做 不过就目前来闻的话 也闻不太出来 不知道这里面什么情况 来飞哥咱们一起见证啊 我们一起去买的 一起来给它吃了 好啊 怎么那么激动 怎么好像没吃过已经 你吃过 没有啊 战斧扭牛啊 这都不是斧子了 这是开山斧 哎呦 香不香 香香香 是这样的吗 应该是吧 拿出来我们要先给它切一下 这这么大肯定是吃不了的 好多汁水啊 好厚啊 这个这个是什么 鸡红蛋白 拿着没熟 切片啊 来来我帮你切 这几分熟啊 怎么说 跳熟的是吗 哈哈哈哈 还怎么说 这熟了没啊 我估计你尝第一口你会 那个我越看越奇怪啊 朋友们 这我是严格按照它那方法做的 可能是我们这个太厚了 你知道吧 这应该就是三分熟的是吧 三分熟都过不上 只能一分熟 来我尝一块薄的啊 这块是基本上熟的 你尝一块薄的先 怎么说 还行 要不上来给它煎一下 行不行 让观众们看吧 这测试一下 这不是一分熟一分熟 我点了一分熟 三分熟 你最什么的长熟了 上来呀 生肉能吃吗 你看 好 这个是我们又回炉重造了一下啊 这个是之前的啊 咱们看看哪个有 哪个好吃 哪个不好吃吗 塞牙了 塞牙飞哥 是不是人家就是那样吃的 这味道可以啊 就很塞 你尝一下这个雪糊子辣 试一下 我看这块可以吧 嗯 这块看着就可以 那就更好吃 真的 还是那个没怎么熟的 那个更好吃一点 我见过晚上人家吃这种牛排 里面都是那种粉红色的嘛 但是这粉红色的也没必要是这么样的 这个大金 哇 哎呀 熟了吧 我不说是熟没熟啊 就当你说的这是金屋难门 要不然叫小舅子来尝尝 这那个 吃这个 这不跟没熟一样吗 啊 熟了吗 熟还是没熟 反正叫声教我们 我们就这样做 叫声来的啊 对对对 好吃不 好吃不 翻白眼了 很好吃嘛 你再尝尝这个是我们后面煎的 里面有熟的 好吃不 这个更好吃 什么玩意 咋了 没事 你觉得好吃就行了 那至少我们今天做的不算失败啊 只是说这个做法就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有点不太好接受 你知道吧 确实 你还是做出来的那红的却吃不下去有一点 我们就喜欢吃那极极冒油那搞的那个东西 没事 他喜欢吃就行了 那都给你了啊 都给你了 咱们走吧 你要没熟等会拿那个整熟 不跟你 要不跟地还是不耳朵 对 就是不跟地和不耳朵 我说的是不跟地还是不耳朵 我说八百遍就要这个不跟地还是不耳朵 好的